我们俩身后这台上摆放着很多的衣服 接下来呢 我想请我们的姐家到台上来 和童童同台PK一下 PK什么呢 整理衣物 像我这种有需求的一定要上 可以啊 我看小叶露出了这个一直在 不服气 不是 她是有点这个这个害怕的 倒抽一口凉气 是不是看到这些衣服想起了家里是吧 我们家真的是 我先给你们设置点障碍 因为什么呢 你们要这个体验的话呢 实话实说啊 这衣服我们都 你看都叠得都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童童 是不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什么可以制造障碍 对吧 你怎么那么坏啊 这个环节应该把小叶的儿子 请上台来帮忙了啊 那朝西上吧 好嘞 好 哎呀叶老师 这个袜子咱一般 袜子我一般都是放两只哥一起卷的 你们是卷的吗 我也是卷着的 就卷个球 但是这袜子怎么捣乱呢 我就不知道了 这只能是这样 就大概弄一下 我发现你比我在弄乱家庭方面有天分 我把这个羽绒服啊 你看 你看我把羽绒服你看 哎这这是我的style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有谁在自己过去年的大衣兜里面会掏出钱来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我经常 我经常 就意外收获 我们基本上整的很多客户家里都能发现巨额现金 那应该去私房钱藏的吧 有可能 我就经常藏 我就经常藏 你私房钱吧 怎么也得藏点 你们都把私房钱藏哪 那能告诉你吗 那能告诉你吗 那能在这说吗 每天你太太找个整理师上门 回家之后一堆罪证摆在那里 所以我特别害怕 我觉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小叶 作为这个家庭非常不整洁的一位女主人 跟我们的这个整理师彤彤 同台来PK一下 天津卫视 天津卫视 这里是非你莫属 整理师PK现场 现在呢 在我们的舞台上 大家看到的是职业选手彤彤 和非职业选手赵小叶 赵小叶 大家非常熟悉 我国著名的乱糟糟 行为艺术表演艺术家 彤彤是我们的职业整理师 然后这一场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较量 你看它有一个特点 这个是我以前整理衣服的时候 绝对不会干的事情 它会把羽绒服的帽子 这个扣在整个衣服里面 这样的话让羽绒服的这个面积 就体积会缩小 你其实也可以给彤彤制造一些障碍 倒倒乱 还需要障碍吗 我也得给你倒倒乱 我怎么能给你帮忙呢 你看同样这么大桌子 我们小叶叠到现在 半张桌子已经就都没了 小叶老师 我们来采访一下小叶老师 小叶老师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也能叠出那种 好像买回来的衣服 我来帮一下小叶 非专业那个已经手忙脚乱了 你不捣乱 但是它速度还挺快的 小叶是真挺麻利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卫老师 你那捣乱其实挺无聊的 孩子嘛 孩子在家里经常干的不就是这种 在家里头 其实小朋友特别喜欢家长收拾东西 他就是你一收拾东西 他就特别兴奋 然后他就跟着一块捣乱 就特别开心 然后尤其是你叠衣服的时候 他在旁边使劲的那个 就在里面霍了 他就特别高兴 我特别期待那个叠袜子 我经常是把两个袜子系一扣 然后等到要穿的时候解不开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系成一个扣 对 系个扣多费时间 我给 来 东北 我给你扔一双袜子 你系给我们大伙看一下 来 东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系的 这个系很麻烦的呀 就保证他不论怎么着都在一双都在一块 让姐教教你怎么不用这样呢 不用这样 不用这样 我看看东北那袜子 我看见怎么像是我们吃的一种海带的感觉 海带结 海带结 它是麻辣味的 它是麻辣味的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人家这个统统怎么叠这袜子 首先那袜子的话我们平常买来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穿的时候其实是脚伸进去是这个方向的 然后我们手伸进去把它方向换一下之后 这会有一个小后跟把它压扁 压扁之后呢 现在袜子就变成了一个长条形 就是把我们的袜口往下翻 找到一个小口袋 然后把袜尖折叠了之后 包到我们的这个小口袋里面就行了 其实她也是用一个包裹法 你们俩的这个比拼啊 我们大家基本上已经观看的差不多了 尤其是这个水准啊 一见高下 来 曾花 请曾花到台上来 来 你先看看 你先看看这是小叶叠的 我给你展示一下她这毛衣的这叠法啊 这一折 这小叶就是成千上万的 然后中国女性现在叠衣服的方式 对 就是她还是一个很棒的 小叶叠得那么快速 她们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统统是就是看她工作很舒服 看小叶工作我也心急 我觉得时间到点了 你赶紧走吧 就差不多就得了 她每一个叠完之后是一个艺术品 首先我说一下 咱们两种折叠方式的区别和分别的好处啊 我们传统的都是用这种落叠的方式 那么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拿一件怎么样 这一落都乱了 所以你每天在家感觉自己就是不停地在整理 不停地在收拾 那么我们用这种树立折叠法呢 我随便地拿一件 请主持人随便抽一件出来 我旁边的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影响的 所以你不穿的不使用的 它是不会乱掉的 哇 真爱说中了我的心病 我们下一个视频